大家好 今天是3月29日 星期一 今天整个港股 基本上收市的时间 又是不升不跌 变化不是很大 但是过股的表现 似乎真的 挺参差的 但是 大家今天有看一些报章雜誌 又或者即时的 新闻都知道了 今天的市况 为什么会比较差呢 我想都不要说今天 其实在上星期五 开始已经是有些消息 提升到 有个基金,即是韩裔基金爆创 也有一些牵连 因为今天 看到好像连野村 好像瑞讯 都有一些消息 好像有些客户的仓 都爆了 可能会令那些业势表现 都会有些影响 这些事件 如果 如果是很快 已经解决了 又或者没有一些 抗散出去的情况 又不是很担心 但是这一转 其实我觉得 也不小 我想大家 不用说基金好像 整件事好像很遥远 大家就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 特别是炒股的朋友 又或者一些不炒股的朋友 那 好像有个难的 当你的朋友 可能在之前的时间 高位接了货 可能你说 10元 现在只剩5元 那你看看账面上 他也输了5元 但是 如果你的基金 你进取的 甚至乎 你借孖战去炒股的话 那你就想想 假设 这些股份 因为你看看 这一排中开股 很多 都可能 从高位计算的话 都没有了三四成 那你的基金 如果是进取型的 之前的时间 不断加仓去买的话 当这些股份一跌下来 那你买才买的 那你要補仓 補不到的 就会爆 那一爆的时间 那你可能 大家可能 基本上 那些人 迫着要沽货 但是 当你沽货的时间 你的价格 再进了下跌 就是你持仓的仓值 就再跌下去 可能你会触及了 另一个指示的价格 所以变了这个 情况 是比较麻烦的 其实这些没有 这些等于 星市里面的时间 有些人做淡仓的 比较麻烦的 比较麻烦的 但是淡仓 相比之下 那个杀伤力 可能没有 现在这么厉害 因为始终你做淡仓的人 不是算多数 反而做好仓的人 可能是大多数 所以当你说 现在很多股份 跌下去的时间 而且 你保不了钱 那会大事 所以 之后的时间 现在 真的要想想 整个仓 就是 会不会再有机会 出现一些 火烧烈烈焰船的情况 出现 现在 没有了一步 但是 我又会觉得 你说 这个市场的情况 其实没有的 不少会发生的 只不过 问题是 那个规模 影响有多大 这一转 暂时 都不知道 多还是少 但是 有件事 也是真的 就是现在 在这个时间 就是流动性 那么充裕的情况 那会不会有些 很大影响呢 就是说 是不是会爆仓呢 那这个 就再观察 我会再继续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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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概股本身 我又觉得 不是真的那么差的 就是像八度这些 当然啦 八度 我都强调 我是看长线的 就是可能是 可能是三五七年的一些 的时间 短线的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 充劲的了 所以这一段时间 虽然股价跌了很多 其实 由高位去计 就是由香港上市价去计的话 大概跌了两成 但是 我觉得 又不需要那么急去买 就是我想我都会 我都会再等等的 但是八度 这一只股 我是会厚 我是有兴趣的 只不过是 想想是 是换码 还是想着 是迟些 就是可能 你说是再加钱去再码 是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 这个是 这一只 大概大市的情况 但是 市况都是在 放假之前 你也认为 二万八 二万九 这些位置 都是先上下 应该没有太大方向 那 北水有没有什么启示呢 其实 你见到北水 都是有沽油买的 腾讯 也是有正买的情况 但是 跟之前比的话 腾讯正买的量 又不算特别劲 那 美团有一边沽一边买 你也可以说 拉环来计 都算有得升 少少的 但是 就不算很显著 其他股份 都是 又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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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太多一致性的方向 不过 既然这样就说一下 那些业绩股 大家可能对于 美团 又或者有赞 新州 有些都想知道多些 那我逐一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但是 我说之前的时间 先讲一些比较容易答的问题 939 健康这些没有 健康的业绩 其实 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例如说 1%的增长 其实 就是 较成于 较好 但是 其他行 都应该是 1-2%的增长 那 没什么特别意外 今年 反而今年的情况 就要真是看经济的状况 内地方面 是否真的可以有些比较好的表现 因为现在你说内地方面 其实我会觉得 即你遇到一个方向 我真的可以 我可以想起也行 都是一些 都是银行的资金 可能会叫他们 可能集中投放在一些 中小微企身上 即做这一步 所以变成 中小微企那边的 那些 叫做坏 大幅的风险 会相对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 今年 其实那些老人股 其实真的 你说 营业的增长 会不会很显著 很厉害呢 民心 每年 都说 很多人都这么说 每年都说 今年的状况 会改善 会慢慢 好 到低谷 过了 但是 你看到每年都好 业势出来 也都是 不算很量力的 今年我都觉得 会跟上一两年的时间差不多 你很难以为 有些很大的增长 即是 我想是 内人股 我觉得 是一个 大家 共识来的 即是觉得增长 不会太多了 所以会出现 这个美状况 不过 如果你再看回 你说其他 其他一些 金融股 内地献商股 有其他一些 卖点 只不过 内献股 就是说 每一次 当你想去买去的时间 或者追货的时间 都会糟糕 所以 内地献商股 按道理应该最好 各个匹来 反而反而很难玩 其实 三次都难玩 内人之前没有升 每次升的时间 你一追货 又几乎坐艇 内献也是 内献股 内献股 比较 也挺个别 你说中人兽 这些 就简直是不够 但是 它不够 但是 又真的 有些 有些心想 再追回它 但是 甚至乎 比较好 都是内地献商股 不过 我建议 都是短线部署 比较好 另外 先来 一百零 一百零 今天有发布会 但是 有些雷声 大雨 怎样算不算 因为 今晚我也没有 特别听人说过 他的发布会 大家好像 都不太理会 他 我也不知道 因为 我稍微留意 内地的新闻 但是 好像 什么疫症镜头 我也不知道 我的同事说回 但是 没有特别去 深究 就是这一件事 2331 李宁 李宁 李宁这位不追 就是 这个 我见到 问健康的朋友 都问了 一些杯葛的事件 我都觉得 其实这些事件 应该都是短暂的 所以 为什么我不猜 新州处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我觉得 这些因素 这些影响 比较短暂性 所以 我也不觉得 其实对于 你可能 Like Adidas 这些 发展会很大的冲击 虽然 我们的市场 是大的 但是 我不太期待 或者我不太觉得 这些因素 会令到 我们的业绩 会很走样 而年代之下 新州的业绩 如何呢 如果 以上下半年 去看的话 其实下半年 应该比上半年 是好的 但是 高估值 你的盈利增长 又不算特别理想 是有些挑战的 所以 你问我这一只 有没有 想不想沽 如果 解释它的价格 带回上去的话 可能我都会想 沽了它 但是 233 这些 你没有什么 你只想去割刷 支持的版本 这些有去的DG 卖点的 另外就是 8083 8083 那些业绩 其实我昨天就看 不断立了 因为这两天 太多业绩了 很多 变成我 都是纯粹 立一立 之后 可能后报回 再看他们详细的 报告 今天也有很多 今天都 收了试后 打算看 但也没时间看 因为又要看 一些 刚刚出了公司的业绩的表现 那间的亚迪 反而 那间亚迪 那些业绩又好像很厉害 有一些 1550 但又是未详细看 不知没有什么水分 但是 有赞 其实 如果要盈业压 那方面 大数方面 大数的盈利 其实那个 规则也收入了 而大数方面的盈利 那个收入的增速 其实也更厉害了 所以 反而我觉得 比较微文的情况 可能度 真的好一点 但可惜 没识派 即是 Atorium没识派 还要赏钱 但是这些 又 没有什么过程 那么 就先等一会 股价就预测 可能会比较弱 可能会比较弱 也不足够 但是 没办法 你可以说这些市况之下 当你建立好的时候 你不需要说任何什么盈利 那些东西 你可以用一些 事梦律 这个 没有用 即是 那些 都可以做梦了 很多人冲景 但是现在市况 开始变回到 大家审慎的时间 即是 风景位置少了 大家会开始 跟来说 究竟能力 行不行 看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股份 暂时都是 挨打的了 没办法了 好了 那我真是说一下 这些股份 五一七 大家不好意思 五一七 原来我没有在这里说过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 有时候 在台上做节目 有时候跟朋友聊天 可能我在台里面有说过 五一七 那五一七是什么 什么一回事呢 最主要就是 因为这家公司 一直以来 它的息不算很高 但是它的那大卖点 就是说 每一股的现金值 正值 是那个股价 现在它的股价是两个六毫多 对吗 但是它的现金正值 就是用零后锤带 那些什么开支 什么负责的东西之后 其实它每一股 都不知值大约四个多五元 大家想想一下 就是说 它有那么多钱 但是 一路以来 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做 它还有一些像船 油漆那些 那些什么 就是防腐漆 我已经说过什么 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前景 但是它又因为钱多 而且又 看它什么时候肯派出来 是看这些东西 但是你说两个多年 这个位置又不怕买的 我觉得又 那我买了 都是放在那里 不理它 517 不理它 这次都不要理它 那就是说起来 3690 3690 的情况就是 如果你撇除新业务的东西 纯粹 你看到它的一些 譬如刀店 然后那些什么旅游 那些业务 再加上一些出帝的业务 其实是可以的 增长它是有的 虽然你说是否很快 不算是 但是 只要它慢慢都像 一些外卖那里 它越来越多人用的时间 它有一个 economy of skill 就是一些成本在之下 可能会做得 可能会比较好的 这个是真的 变得可以说 就是说 薄利多少 那样的 但是 这个问题也是说 它的一些 叫做新业务那边 真的拖垮着 它的前景 你看到 今次的业绩 第四季Q4 其实是真是 叫做新业务那边 就是一些 叫做团购 闪购 这些 你说 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呢 我觉得是有去的市场 但要继续计得很精 而且真的变成 每一单的金额 要继续计得很静 因为它真的很专 就是没有什么差错 才好 因为其实没有 这些板块其实是销钱的 就是 你看这一半 现在销钱的力度 可能是 有人说 有机会超速 公司预期之内 公司没有预过销钱 但我也是觉得 其实这些不好法算 当然 公司 其实你说 是不是完全没有 考虑过 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 我明白的 你想想 本身 现在 就是可能 那些 就是我们说的互联网 其实那个发展的界线 很模糊 因为 其实你很多东西是 合逼Data去做的 可能你说 iBidata 可能你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的 那就是这样的 甚至乎 对于这个 这个美团来计 它有这么多 后的Data Customer Base Data Base 它可能要将一些 有用的商品 去Direct Sales 或者甚至乎 经过一些 互联网 他要用客户去买 其实是不难的 就是可能他知道 你原来 你原来 可能你出入 吃过一些炸鸡 又或者吃某些东西 那他可能 他可能会计划你 可能 有些 买鸡底 可能鸡市 有些配菜 可以夹 做这些东西 有其他市场发展空间 但是 问题就是 因为现在 Pindotor 又或者是 京东 其实组织有这些东西 就是 你已经组开了 而且 你预计去做这一步的话 就是说 那些竞争 竞争之大 补贴 又自然会出现 等于什么 等于好像 前几年的时间 当这个群雄国具 就是 那些美团 你想想 之前 这叫什么 餐饮 外卖一些 也是成为成事 到最后 是真的 你还捱得住 只剩下这个 我叫他腾讯 还有这个 我叫他朋友 那 你想想 其实是这样 但只不过就是 行不行的问题 当然 你说 现在判断行不行 其实是有什么 而言之上 因为 我用个例子去比较 就是 亚马逊为例 亚马逊的AWS 他做的那一刻 大家都会觉得 你难得好像 这一次 亚马逊的网上书店 又认你了 你还去搞其他什么 但当时 他就搞这些 但最终结果就是 这一架 成为了 这个 这个 什么 叫做 亚马逊 另一个比较增长的亮点 所以你说 现在美团 这一架行不行 不知道 但就变成了 它的风险 或挑战都不是很小 所以 你问我 这个业务 我不敢说它不行 但似乎 也不见得是一件 可以做的事 所以 美团 如果大家是没有货 我觉得这一招 要多考虑一下 再帮大家 不要急 会好一点 对 大家 今天就这么多 握了一枚敏实 我同事有一个敏实 大家问了 敏实是什么情况 其实 我觉得这一招可以追 可以追 为什么呢 它的业势表现 下半年的时间 其实是厉害的 其实是很不错的 而且 业务 你见到 很多东西已经摔掉了 所以这些东西 我都很霸佳 虽然 今天 我暂时 我没有看到官司出报告 但是 我都忍用来看官司出报告后 再更新跟大家 我更新大家 留意一下 看看我是什么 讲到 做补充 我觉得还可以 所以 如果有大家朋友 有兴趣去买的 正厌务 现在都可以考虑 不要紧的 好了 那暂时就到这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